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金恩 首先一起关心今日的州议会 柔佛州投资商贸及消费人事务委员会主席丽廷汉 今日在州议会附加提问环节透露 从今年的1月至6月份 柔佛州制造业的总投资数额约66亿6800万令吉 其中的56亿5000万令吉是外资 他说在56亿5000万令吉的外资中 39亿6800万令吉来自新加坡 这批投资来自几个主要领域 包括医疗器械制造和电子电机产品 他说柔佛经济旅游和文化办事处 为了推荐明年度的各项计划 已经在11月14日与新加坡各相关机构进行讨论 讨论活动获得几项回馈 包括在食安方面进行合作 合作培训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方面的教员 以及共享永续社区和城市的良好管理方案 接着依然是州议会的消息 农业、农机、工业及乡村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 扎哈里·沙里说 州政府计划在未来的五年发展面积达1325公顷的椰子种植园 预计到了2027年 州内的椰子产量可以达到124,313公吨 他说椰子生产是柔州主要的农作物之一 截至2021年 州内的椰子数种植占地12,151公顷 总产量达118,278公吨 已经超过州内估计需求的每年10万5千公吨 不过依据国内66.6%的自给率 州内的产量还明显不足以供应全国各地 因此作为国内主要的椰子产地 柔州政府将设定目标生产更多椰子 柔佛州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凯琳·妮莎 在州议会透露 柔佛州家庭发展基金会从2010年至今 已经处理了2242个辅导个案 其中741宗个案属于婚姻问题 482宗属于家庭问题 595宗属于精神健康问题 还有424宗则是其他 包括财务、自信、工作等问题 凯琳·妮莎表示 柔佛州家庭发展基金会 已经针对州内的心理和辅导服务 落实多项倡议 包括提供免费的线上辅导服务等 今天的柔佛州议会开始之前 身为柔佛州议长的穆罕默·布埃 特别提醒州内的56名州议员 除了要适应本届大选后的新政治环境 也需要保有品德 他说 本届大选的成绩让人出乎意料 州议员需要即刻适应新的政治环境 包括注意言辞 避免触及种族和宗教情绪 大家要迈步向前 他也祝贺昨天在巴通色海国席选举获胜的 国门候选人阿兹曼 以及在刁曼州席选举获胜的 国阵巫统候选人祖哈里 最后换个焦点 柔佛州严打非法赌博活动 从今年1月至12月5日 柔佛州警方已经展开2166项突击行动 并与国能合作切断周内122家 涉及非法赌博商店的电源供应 柔佛州总警长卡玛鲁查曼 今日发文告表示 警方援引1953年住家公开赌博法令 第21AE条文 申请切断197家涉及非法赌博电污的电源 当中有122家获批准 他也说警方从今年年初开始 已经逮捕2802名参与非法赌博的民众 并充公1099台手机 3台电脑 4台手提电脑 和现金835299令吉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 新洲日报 新洲网 新洲上市有一个天资博 climb 谢谢观看